国家领导人是不能够随便乱批刑的 你小心会被要停职 那么这位被停职的人物呢 不得了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叫做Gary Walaski 他曾经在伊拉克的战争中 获得了军队最高荣誉之一的银行勋章 而且他曾经负责陆军第101空降师 2020年他从陆军退役之后呢 就被陆军反聘作为顾问 为现役的军官提供咨询 那么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才 怎么会被停职呢 他被停职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回复了第一夫人 Jill Biden的推特 Jill Biden针对最高法院推翻堕胎的事情 就发表了一个推文 他就说 将近50年的时间 女人都有为自己的身体 做出决定的权利 但是在现在 我们的权利已经被偷走了 我们被这样的不公正的对待 感觉到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伤心 但是我们不会沉默的 我们不会对失去进步 而袖手旁观 那这个呢 就是拜登的夫人针对这个堕胎的问题 发表的一个推文 那么这个Gary Vosky呢 就在下面回复说 就说 很高兴 你终于知道女人是什么了 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拜登政府呢 一直都在推行LGBTQ的这些性别认知啊 说什么男人可以当女人呢 女人可以当男人呢 哎 这个第一夫人 一直都很支持这种论调啊 但是怎么突然到了堕胎这件事上 就开始说这是女性的权利了呢 难道他不知道 在LGBTQ的这个群体里面 男人也是可以怀孕的吗 原来Joe Biden他是真的知道 什么叫男人 什么叫女人呢 能怀孕的人才叫女人啊 那我觉得这个人呢 他回复的这个答案说啊 很高兴 你终于知道女人是什么了 既没有不礼貌 也没有任何的脏话 只是在陈述一个基本事实吧 但是就是因为他回复了这样一条推特 他就开始被调查 在调查期间呢 就把他的职务给暂停了 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是很难想象的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有宪法的保护 每个人都有自由说话的权利 我不管你是什么第一夫人 你还是总统 我就是可以回复你的推特 而且我可以说出我的观点 在这里 没有任何人应该为了说出自己的观点 而被停职调查 所有的观点都不走 是什么观点 和是大观点 ada观点 我们下一个观点 我们下一个观点 Besides